现在要6月了 即将放暑假 各大专院校的学生 除了把握时间要出去玩之外 有些人还会规划要暑期打工 我们就看一下人力银行的统计 其实暑期打工的规划 由高达9成5的大学生都表示说 有计划想要在暑假这段时间来打工 只有5%的大学生是表示说 并没有打工的规划 其实今年暑假打工的预愿 不但稍微高于去年的94.7% 前年是94.2% 所以可以说是今年是创下了 2012年以来的打工意愿最高的记录 其中又有68%的大学生 他们是表示说想要兼职两份打工 他们是觉得说时间很多 可以来多找一点工作 有一些人是还没有开始应征的 那其实有29%的学生是都已经来开始找工作了 那如果是以112学年度的大专生的人数 我们来看一下有109万人 这样算下来如果有95%的人愿意打工的话 其实这样子潜在暑期的工赌人数也是有破百万 大概是来到104万人想要在暑假来打工 那预计呢两个月的暑假下来呢 我们打工的时间啊 加上这个基本的薪资 可以看到这个暑期的打工才估计会有631亿元 其实这个数字也是相当的可观 那人力银行呢也统计说 学生想要在暑假打工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呢主要的有7成左右的学生 是想要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 那也有6成的人呢是想要来赚学费 不过有一些人呢 其实就是单纯想要存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那有一些学生是想要为了增加他们的社会经验 或是让履历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那另外呢也有4成左右的是因为有学贷的压力 那另外呢他们想要打工的最多人喜欢做的工作 就是这个网站或是网络的小编 那除了呢想要暑期打工之外 不少人其实也会利用暑假的时间来找企业实习的机会 那今年7 8月暑假时间呢 大约是有7成的企业都会来开放 让实习生来进行实习 但是呢还是有分为有薪水的实习跟没薪水的实习 那学生方面呢他们则是认为呢 暑假虽然是打工的好机会 但是也想要争取实习的机会来加一点分嘛 虽然呢有些人是为了学分或是建教合作 不过有些人也是想要来提早体验职场 所以呢根据人力银行的统计 其实还是有4成8左右的学生 是想要在暑假这个时间来实习的 参加这个暑期的实习培训计划 其实呢还是比去年的46.6%还要高哦 而且他们是希望说 在暑假呢可以获得16000元左右的实习津贴 那大家也好奇说 大学生心里最梦幻的实习企业是哪些呢 其实呢这一次统计出来的依照程序 第一名呢是长荣集团 再来呢则是我们的工艺企业台湾高铁 另外呢还有中华航空 那可以发现说这个前三名 似乎都是运输业相关的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 长荣集团其实已经是连续三年 得到这个学生最想要实习的 企业排行榜冠军哦 是三年吧 其他的企业呢还有包含科技业 像是台积电 华硕 鸿海啊 或是电信业中华电信 还有新宇航空等等 都是大学生心目中的热门实习企业 那以上的资讯呢 就提供给您做个参考 AI人工智慧的王者挥达 他的旋风席卷了全台 还有全球又写下了新的记录 上周他们进行了股票的分割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原本只有挥达一股的股票 会再额外获得九股 那也让这个股价变得更亲民了 更好买了 不过拆股之后的挥达 股价是大涨 在美国时间的18号开盘 大涨了33.5% 市值呢 是来到了3.34兆美元 已经超过了新台币100兆 这个天文数字 其实挥达呢 他们今年的股价 就已经一路的飙涨了一倍 他们今年的股价 已经飙涨到了173% 那现在呢 他们又夺下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超越了谁呢 包含了科技的老大哥 微软以及呢 我们的苹果手机的苹果公司 再度的写下生成式的人工晶片 才是现在市场霸主的惊人历史 也成为了这个地表市值最高的公司 那我们就带来了解一下 他们的执行长黄仁勋是台南人 那现在呢 挥达的产品了 已经占这些科技业者 他们一些资料需要用到的晶片 有八成的晶片都是挥达制造的 包含了OpenAI 还有微软 Google 或是亚马逊 脸书 这些业者呢 他们都在后面苦苦的追赶 都是要来要求追加订单 因为我们知道人工智慧 我们需要发展就很要强大的 这些处理模式 也需要了应付这些强大的工作量 所以必须要用很高级的晶片 来简单介绍一下挥达 挥达其实是在1991年成立的 那其实他们一开始还不是做AI的 一开始挥达是来做这个电玩电脑 他们需要高解析度的3D 这些影像的硬体零件 挥达是来做这个的 之后呢 虚拟货币出来之后 大家要挖矿嘛 所以呢 挥达就来生产这个电脑 要挖矿需要使用的晶片 还有一些云端线上的电竞产品 这也是挥达的产品 但是呢 执行长黄仁勋 他的眼光看得很远 就嗅到了AI多年之后 会有庞大的市场 所以呢 他现在的身价也逼近了 1170亿美元 是全球排名第11名的富豪 那其实过去半年呢 微软就是因为受到AI的风潮影响 也带动了他们的股价 成长了大约两成 那他们旗下的OpenAI 还有一些新版的作业系统 他们导入的人工智慧呢 也都是使用挥达的这个GPU 就是他们的绘图处理器 可以说是如果没有挥达的话 就没有微软的AI 我们现在使用的AI 也几乎都没有了 那华尔街的分析师 他就乐观的认为说 挥达现在的情形 还没有走到最顶 他认为说 未来一年的话 挥达的市值还会再攀升 接近了5兆美元 而且彭博的资讯也指出说 挥达现在是最受买方喜欢的股票 就是有许多人都建议大家 可以来买进挥达的股票 所以现在还是要看一下 我们的三兆男还可以持续的 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哪些经济奇迹 主播 如果台湾的六都都各有特色的话 那每个人的印象排名可能会不一样 不过最近有网友发文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自己认为 台北排在六都里面的最后一名 而他认为说高雄他是排在第一名 他说因为台北 光是柯文哲的五大弊案 现在都变成了七大案 到现在都还没有解决 加上又爆出了虐童案 甚至是像保龄茶室有食安的问题 以及走在路上动不动 就有可能遇到天坑 他就认为说 这个光是这几个 就让我们的首都搞得像是二流城市 然后原po直呼说 现在六都最烂的就是台北 那文章当然是引起讨论了 不少人都反驳说 台北不用比就赢啦 你要比捷运 比公车 比薪资 要怎么输其他地方呢 那另外也有人说 所有的顶级消费跟医疗资源 都集中在台北 另外还有人说 不用看其他东西 光是看房价就最准 台湾呢 还是台北的房价最高 那另外呢 其实也有人说 现在各国天团来台湾开演唱会 只会选高雄 不会选台北 就知道说台北可能现在比较落后 那讲到演唱会呢 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最近啊 有歌手 甚至是国外的天团到台湾来演出 都会选在高雄来办演唱会 2023年可以说是高雄的演唱会元年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经济大爆发 像是摇滚天团Coplay 像韩团Blackpink 他们都选择来高雄开唱 也可以呢 高雄一年呢 就赚进了45亿元的观光产制 我们就来看一下原因 其实高雄发展流行音乐 已经耕耘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在2006年的时候 举办第一届的大港开唱 当时的市长陈菊呢 就很支持 那渐渐的现在也培养了很多年轻的听众 现在呢 门票几乎是一开卖就秒杀 去年呢 今年呢 更是累积了30万人来参与 另外呢 高雄其实演唱会的场地也相当的完善 你要哪一个大小的空间都一应俱全 像是呢 市运主舱馆可以容纳5万人 还有这个高雄的巨蛋可以容纳1.5万人 如果你要中型的 可以去海音馆 甚至是要小型的Lifehouse 伯厄特区也有 那其实呢 这个市运主舱馆 它还是全台唯一兼具环保永续的破万人的场地哦 他们是利用太阳能发电 而且还有雨水回收 所以当初摇滚天团Coldplay 他们要来台湾开演唱会 毋庸置疑就是选择高雄来开唱 另外呢 其实交通也相当的便利 有港口跟机场 而且离捷运站也很近 只要10分钟的车程 那演唱会期间呢 其实也会动员近百人的人力 来进行人潮的分流 所以大家都觉得其实动线算蛮顺畅的 那市府呢也会进行这个演唱会加码 会发放一些行销的优惠券啊 让周边啊 以及一些小吃业者等等的都可以一起来享有这个经济 最重要的是呢 他们还有收到市府 还有各单位的全方位的支援 所以不管是国外的观光客 或是台湾人到高雄都回味无穷 但是我们把镜头转到台北大巨蛋 难免会拿来跟高雄来做比较 因为大家认为说台北大巨蛋你孵了32年 现在终于可以来打球了 但是呢 原本你可以容纳6万人的场馆 应该是办演唱会的首选啊 可是现在却因为你使用执照的紧箍咒 反而呢 让一些天团或是天王 像是周杰伦五月天 他们都在等要到大巨蛋来开场 却迟迟都没有解套 那就想要问观众朋友呢 是比较喜欢到哪一个县市看演唱会呢 以上呢 就是本节的推播内容 就是本节的推播中